這個中油的除草碼頭 我們不是很贊成中油把它牽到這裡來 是把它那個除草把它牽過來 然後另外一點這個南興計劃 就是畫這個左下角畫圈圈的這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剛才這個理事長也講說 是不是需要 需要講說是不是需要先把南興計劃為第一優先 還是先把放在這個 這個等於說周期獲獲中心 我沒有特別意見 但是我是覺得我們當初想到 然後跟吳院長建議 吳院長覺得說這樣非常好的 主要的原因其實是趕快把它弄進來 也就是趕快把這個 就等於說把那個高屏溪的 遇到兩億八千萬噸 已經會造成包括像大樹這個地區 如果再衝下來 火花山那個地方 整個都會淹沒到它的村子 因為它的河闖 已經幾乎跟道路 臺二十一線已經是一樣高的 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要先解決這個問題 才會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不過其實我們一直覺得說 我們臺灣人在做事情 當初的初衷跟最後的結果 常常會有一點差距 我們現在的初衷大概會有兩個 一個呢就是所謂的輸菌減災 我們不希望再看到任何的重大災難 第二個呢 我們希望說這個南興計畫呢 可以所謂的增加高雄的一些資源出來 可是我們擔心的就是說 這個資源出來之後 怎麼使用 在現在還沒有很明確的情形下 會不會又有其他負面的影響 我們再來看看 包括在杜拜的這樣子一個經驗 還有在荷蘭的經驗 以及在新加坡的經驗呢 都有一些負面的經驗 可以值得我們來參考學習 我們來看看 國外填海造陸的一些情形 壯烈的煙火 要向世人宣告 杜拜的新地標 亞特蘭提斯飯店 而這個飯店的若晨 也把位在杜拜 完全由人工打造出來的棕櫚島 正式介紹給全世界 這個人造奇蹟 確實不簡單 因為現在棕櫚島 就和長城一樣 都是在外漢坑 可以看見的巨大工程 島上飯店觀光設施林立 已經成為杜拜的新景點 為了不讓杜拜專美漁錢 最會填海造地的荷蘭 也決定要在外海 打造一個面積 有四個台北市大小的 玉京香島 來舒緩人口的壓力 並且發展農業木及觀光業 只是人類不斷地於海爭地 最後卻可能要自食苦果 以新加坡來說 為了發展工業 從1960年開始填海 40年來 雖然讓新加坡的面積增加了20倍 但填海工程以及後續工業所帶來的沉澱物 卻也造成沿海60%珊瑚的死亡 而全球暖化造成海平面不斷的上升 也讓這些向海爭來的土地 隨時有滅頂的威脅 仍要盛天不是那麼簡單的事 我們今天也開放call in 然後請問一下高雄人對於南興計畫 要用所謂的高屏溪的這個淤沙 來去填海造路 您是否贊成業績 觀眾朋友打電話進來 跟我們一起分享你的看法 不過我們來介紹一下 填海造路其實在全世界都有 有些經驗其實是很成功 但是現在大家在思考 是不是真的還要做 所謂的人定勝天這樣的觀念 譬如說荷蘭20%的國土 都是填海造路來的 譬如說杜拜這個世界島 跟棕櫚島 剛剛我們有介紹 世界島比較特殊 他是剛好遇上了金融海嘯 沒有資金蓋不下去了 所以整個停擺下來 新加坡的這個金沙度假村 就是大家之前在討論博弈的時候 常常在討論這個地方 然後還有所謂的香港 赤辣角機場的部分 也是填海造路蓋起來的 日本的大阪關西機場 韓國的仁川機場 還有臺灣的像是雲林的離島工業區 就是六清的所在地 還有張濱工業區 其實都是填海造路出來的 我先請教一下理事長 你認為就是說 大概基本上不管是高雄的環保團體 高雄的國民黨民進黨的民意代表 高雄市政府以及高雄或是整個中央政府 大概都支持這個計畫 可是有沒有什麼東西是大家在實施之前要想清楚 要討論清楚的 好的這個當然南興計畫 我們回到它最原始的它的原意民國76年 這個高雄的經濟發展的時候很多建築廢棄物 所以需要有去處 那再加上這個海岸有被腐蝕這樣的一個效果 於是有這樣的一個計畫 這是它原本的DNA 那我看到目前這個發展的這個狀況 高屏溪的一個淤積 那短期 我剛剛也看聽那個吳執行長講的 其實短期高屏溪這些淤積的這些 這麼大量的土方何去何從 其實是短期即刻會影響到 周邊的這些居住的安全 這個問題其實是要先解決 那如果這樣的話來看的話 重啟這個所謂南興計畫 從進程的角度我也覺得應該是可以 比如說以這種土方銀行的這種概念 將高屏溪這些比較有立刻危急周邊 流域安全的這些土方 找到一個適當的地點 南興是一個選項 先將這個土方銀行的觀念 先儲存起來 那有這個陸地之後 至於它未來做什麼 是做公園或是做一些產業的用地 這應該可以等待整個 剛才有提到的國土規劃 或是整個高雄市比較長遠大戰略的發展 再來看這塊土地如何去應用 市長我請教 所謂的土方銀行 也包括把它丟到海裡面去 這也叫土方銀行 丟下去還拿得起來嗎 不行吧 所以應該是所謂的田竹用地 應該我是認為這一塊 還是應該有一塊 因為延續這樣的一個看法 要不然你這些土方何去何從 這倒是需要去討論的 因為其實在這就上個禮拜 這個颱風來的時候 其實有很大的警戒 如果這一次在下雨的話 其實這個兩邊怎麼處理 我個人還是會比較偏向整個城市發展的一個角度 您剛提到的確 全球各個港岸城市 它都是以填海造陸來作為它的發展的一個策略 在上一個階段 那也的確在近幾年也面臨了剛才您那個連線的這個記者 我們有氣候變遷 這樣的一個新的變數出來之後 這樣的一個填海造陸的方式 是不是適合 還是呢它應該要加入什麼樣新的元素 比如說在設計上要考量 然後原本就會在淹水等等這些因素來做一個考量 段老師我就請教你剛那個概念就是說 究竟我們現在第一藥物 都不是去討論這個要不要 解決 是先輸菌 對對對 那現在問題就是說 我們大概都有一個共識 先把這些預計的泥沙趕快挖起來 對 現在說要放在哪裡 有人講說我們弄一個土方銀行 有的人說整個都把它囤在那裡 這土方銀行是不實際的啦 不實際的 因為數量太大 而且就是說 沒有那麼大的銀行可以放 一個是數量太大 一個是說你很多挖出來 並不是建築可以用的殺死 那最後沒有人要 那現在就是說 我們也不要認為說填海造地是多大罪惡 老天爺就天天在填海造地 天天在填海造地 我們政府本來就有一個海埔新生地開發的公司 本來但是這幾年沒有了 因為這幾年我們上游做了太多水庫 海埔新生地就不見了 就變成反而海岸會掏刷了 那海埔新生地開發 所以藏兵本來是海埔新生地開發的 早期這樣開發 那六千確實是抽沙 六千田造成什麼影響 有影響當然有影響 六千就影響到我們的濁水溪的平衡 所以濁水溪下游的橋樑 中沙大橋 一號高速公路中沙大橋 還有那個台17線那個叫 治強大橋橋墩都落落高速 所以那是有風險 但是高平市的情況不一樣 高平市是一次泥沙來太多 你不解決會造成當地很多老百姓的傷害 你要不要解決非解決不可 那這個土要去哪裡 我們的陸地上講的不好聽 我們現在陸地上沒有什麼地方好田的啦 那只好說這些土本來 就像剛才執行長說 本來就是應該到大海了 我現在只是沒有把自己擺在高雄高平溪的河口 稍微往北移了一點點 所以這也是叫做所謂的環地 本來就是到海裡去的嘛 我們也來聽一下觀眾朋友的意見 我們歡迎台中的王先生你好 其實我蠻贊成剛剛教授講的那個話 因為你這個河口的沙子本來就是 就算你不用我們人或機器去搬 它自動它也會搬走 你像我們大耳吸出來口或丹恩吸出來口有沒有 其實它外面也有一些所謂的那種沙地啊 那個也不可能是用機器去搬出去的啊 那只是說因為它這一次高平溪 我是覺得蠻嚴重的